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我们的这个物件的这个检测 以及这个分类选别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么这个单元我们要以实际的一个实验的方式 来对这个实验来做介绍 我是授课老师周杰彤 在这个单元我们会介绍这个实验的硬体配线 以及它实际实验的一个作动的情形跟结果 好这张是我们实验的IO表 那么左边是输入的部分 好那么S0.0是它的定位感测 0.1是颜色感测 0.2是材质感测 那么S0.3到S0.6呢分别是1P到4P位置的感测 那S1.0是上线 1.1是下线 S1.2是左线 S1.3是右线 S1.4是真空确认 那么S1.5是启动的开关 S1.6是停止开关 S1.7呢是紧急停止 那么右边的输出output的部分呢 Y0.0是这个马达正转 Y0.1是反转 Y0.2是输送带 Y0.3是手臂的上升 Y1.4是手臂的摆动 Y1.5是真空吸盘吸 Y1.6是真空吸盘的放 所以这个是我们IO表的一个规划 那么下面这一张就是我们这个实验的硬体的配线图 那么上方的黄色都是这个输出的部分 我们都接到PLC的这个Y的接点 好那么Y0.2呢 就是接到我们输送带 那Y0.0跟0.1就是我们滑台的马达 那么Y0.3呢 就是我们手臂的一个升降的动作 那么Y1.5是这个吸盘吸 那么Y1.6是吸盘放 那Y1.4是手臂的一个摆动 那么中间的话呢 这些绿色的都是我们的这些感测器 包含滑台位置 1P到4P的感测 以及手臂的上下线 以及左右摆线等等 那么在左下角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材质的感测 包含S0.0定位的感测 S0.1颜色的感测 以及S0.2材质的感测 那么接下来右边S1.4 是我们真空确认的信号 所以我们的各位同学 只要照这张图的接线方式呢 就可以来完成我们这个实验 好那么接下来下面这段影片呢 我们就要为各位同学介绍 这个实验它实际的一个接线的方式 以及最后实验的步骤 跟它实验的一个结果 请各位同学一起来收看 我们要做的实验 是物件检测判别分区选择排列控制实验 首先我们先做这个物料的一个简介 那现在是白色的塑胶料 所以左边是有料的感测 右边材质我们是用进阶开关的 那塑胶料它是没有信号 那接下来我们放红色的金属键 那红色的金属键的话 那它是金属的 所以右边的这个电感式进阶开关它有信号 那左边有料感式也有信号 那么它下面还有一个光纤色光电开关的 它也是有信号的 那么接着我们会换黑色的金属键 那黑色的金属键呢 它是金属的 所以说进阶开关也有信号 那但是它的下面的光电的颜色判别就没有信号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不同的物料性质 那就可以做一个分区的一个选择 首先我们做连续的一个动作 首先这个白色塑胶料呢 它会放在这个第一个位置 接着这个红色的金属料呢 那么它根据选择以后呢 那我们的机械手臂呢 会把它置放在左边的这个第二个位置 那接下来手臂回到原点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的输送带送上去 这个黑色的金属料 所以那么它黑色金属料呢 它是进阶开关是有信号 那么它的光电开关的颜色呢 它是没有信号 所以它会放在第三个位置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根据这三个物料不同的一个特性了 那么根据这个感测器的一个输出呢 我们会置放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再做一个特写 那么现在是这个白色的塑胶料 所以那个右边的这个材质感测就没有信号 那接着是红色的金属料 各位看到右边的感测器呢 它的LED有亮 所以它是金属的 那黑色的话呢 它是一样是金属的 所以材质感测是有信号 但是它下面有一个光电开关呢 那黑色不反光 所以那个光电开关是没有信号 所以这三种料的不同的特性 那我们就可以就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 这个在自动化生产线里面 经常会用来判别这个物料的特性 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是两个调速开关 这个可以调速我们的气压缸的一个 它的一个旋转或是移动的速度 流量小的话它的速度会变慢 流量大速度变快 那接着我们再看升降缸的部分 那所以升降缸我们会用这个气缸旁边的磁黄开关来判断 气缸在上面的时候 上方的磁黄开关它会亮 在下方的时候下方的LED也会亮 所以我们就搭配了这个升降缸 它里面都有磁铁 所以这个活塞它到达这个上面或下面的时候呢 那种感测器都会有信号的一个输出 那所以我们整个实验就是这样子 透过这个单元的介绍呢 我们就可以学习到这个物件检测判别 以及分期选择排列控制的一个硬体配线 实验的一个过程以及结果 那么相信各位同学呢 从以上的这些我们的这些布进阶梯图 那么它的一个原理 那么还有从很多的这些实验里面呢 都可以验证到我们的这个顺序控制呢 以这个SFC来撰写呢 它有很多的优点 那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善用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撰写POC的程式 好谢谢大家